孙子吾者 其人也 以兵法建于吾王何卢 何卢曰 子之十三篇 无尽观之矣 可以小事乐兵呼 对曰 何 何卢曰 可是以妇人呼 曰 何 于是许之 出宫中美女 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对 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 皆令持己 令之曰 辱之而心于左右手背乎 妇人曰 知之 孙子曰 前 则是心 左 是左手 右 是右手 后 即是背 妇人曰 诺 约束济步 乃设夫曰 即三令五身之 于是谷之右 妇人大孝 孙子曰 约束不明 身令不熟 将之罪也 妇三令五身而谷之左 妇人妇大孝 孙子曰 约束不明 身令不熟 将之罪也 既以名而不如法者 历史之罪也 乃欲斩左谷队长 吴王从台上官 见且斩爱机 大害 去时使下令曰 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已 寡人非此二机 时不甘位 原物斩也 孙子曰 臣继以受命为将 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 遂斩队长二人以训 用其次为队长 于是复古之 妇人左右前后跪起 皆终归聚生 末 吴敢出生 于是孙子时时报王曰 兵记整齐 王可是下官之 为王所御用之 虽附水火游可也 吴王曰 将军罢休就设 寡人不原下官 孙子曰 王图好其言 不能用其时 于是何卢之孙子能用兵 足以为将 吸破枪处 入影 北威其境 显明诸侯 孙子余有利焉 孙武既死 后百余岁有孙并 并生阿隽之间 并毅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孙并常与庞娟俱学兵法 杭娟既世卫 得为惠王将军 而自以为能不及孙并 乃因使召孙并 并 智 杭娟恐其贤于己 己之 则以法行断其两足而情之 欲引物见 其使者如良 孙并以行徒因见 说其使 其使以为其 现在与之其 其将田祭善而克戴之 技术与其诸公子持竹众设 孙子见其马族不甚相远 马有上 中 下 辈 于是孙子为田祭曰 君帝众设 臣能令君胜 田祭信仁之 与王吉诸公子竹设千金 吉林智 孙子曰 今以君之心 主下四与比上四 取君上四与比中四 取君中四与比下四 既持三倍弊 而田祭亦不胜而再胜 祖 德王千金 于是寄进孙子于威王 威王问兵法 遂以为师 其后为法诏 诏集 请就于其 其威王欲将孙并 并辞谢约 行于之人不可 于是乃以田祭为将 而孙子为师 居资车中 作为祭谋 田祭欲引兵之兆 孙子曰 夫姐杂乱分揪者不控眷 救斗者不搏己 披抗倒须 行格示尽 则自为杰尔 金梁赵相公 清兵锐族必结于外 老弱霸于内 君不若引兵即走大梁 据其揭露 民其方须 比必是赵而自救 是我一举解赵之为而收弊于魏也 田祭从之 魏果去邯郸 与其战于桂林 大破梁君 后十三岁 魏与赵公韩 韩告急于其 其使田祭将而往 直走大梁 魏将旁捐闻之 去寒而归 其君既已过而息矣 孙子魏田祭曰 比三晋之兵速汉勇而清齐 其好为妾 善战者因其事而力导之 兵法 百里而去力者绝上将 五十里而去力者均半智 使其君入位地为十万造 明日为五万造 又明日为三万造 杭娟行三日 大喜 曰 我顾知其君妾 入吾第三日 士族王者过半已 乃气 其步君 与其清瑞被日并行逐之 孙子杜其行 目当至马灵 马灵道闪 而庞多阻碍 可伏兵 乃着大树白儿书之曰 庞娟死于此树之下 于是令其君擅设者万弩 家道而服 七曰目见火举而俱发 庞娟果夜至着目下 见白书 乃钻火竹之 读其书未必 其君万弩俱发 为君大乱相失 庞娟自知智穷兵败 乃自警 曰 遂成树子之明 其因成圣禁破其君 鲁为太子身已归 孙并以此明显天下 誓传其兵法 无其者 为人也 好用兵 长 学于增子 誓鲁君 其人攻鲁 鲁欲将无其 无其娶其女为妻 而鲁一之 无其于世欲救名 遂杀其妻 以名不与其也 鲁足以为将 将而攻其 大破之 鲁人或恶无其约 其知为人 猜忍人也 其少时 家累千金 由氏不随 遂破其家 相党孝之 无其杀其棒极者三十余人 而东初未郭门 与其母爵 涅壁而蒙曰 其不为清相 不复入位 遂是增子 居请之 其母死 其忠不归 增子伯之 而予其绝 其乃之鲁 学兵法已是鲁君 鲁君夷之 其杀其以求将 俘鲁小国 而有战胜之名 则诸侯屠鲁以 且鲁为兄弟之国也 而军用起 则是弃 鲁君夷之 谢无其 无其于世闻 为文侯贤 欲是知 文侯问李克曰 无其何如人哉 李克曰 其贪而好色 然用兵司马仰居不能过也 于是为文侯以为江 积秦 八五成 其之为江 与氏族最下者同一时 或不设习 行不其成 清果盈良 与氏族分劳苦 族有并居者 其为顺之 祖母闻而枯之 人曰 子族也 而将君自顺其 居 何枯为 母曰 非然也 往年无功顺其父 其父战不选种 遂死于敌 无功今又顺其子 谢不知其死所以 是以哭之 文侯以无其善用兵 连平 尽能得世心 乃以为西河首 以句秦 韩 为文侯祭足 启示其子母侯 母侯服西河而下 中流 故而为无起曰 美哉乎山河之故 死为国之宝也 其对曰 再得不再显 西三苗是左洞亭 右鹏离 得意不休 与灭之 下节之居 左和记 右太华 依阙在其南 阳长在其北 修正部 人 汤放之 阴咒之国 左孟门 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 大和经其南 修正部得 五王沙之 由此观之 再得不再显 若君不休得 周中之人 尽为敌国也 五侯曰 善 无起为西河首 甚有声明 为至相 向田文 无起不悦 为田文曰 情与子论功 可乎 田文曰 可 启曰 将三军 使士足乐死 敌国不敢谋 子属于起 文曰 文曰 不如子 启曰 至百官 清万民 使府库 子属于起 文曰 不如子 启曰 首兮 何而秦兵不敢东乡 韩兆兵从 子属于起 文曰 不如子 启曰 子三者 子皆出无下 而为家无上 何也 文曰 诸少国仪 大臣为父 百姓不信 方氏之时 蜀之于子乎 蜀之于我乎 其默然良久 曰 蜀之子已 文曰 此乃无所以居子之上也 无其乃自之福如田文 田文既死 功书为相 上位公主 而害无起 功书之谱曰 其意去也 公书曰 奈何 其谱曰 无起为人 结怜而自喜明也 君因先与武侯言曰 父无起闲人也 而侯之国小 又与枪其攘戒 臣妾孔启之无流心也 武侯即曰 奈何 君因为武侯曰 誓言以公主 其有流心则必受之 无流心则必此以 以此补之 君因照无起而与归 即令公主怒而轻君 无起见公主之见君也 则必此 于是无起见公主之见未相 果辞为武侯 武侯一之而服信也 无起聚得罪 遂去 即知楚 楚道王素闻起贤 志则相处 明法审令 捐不及之官 废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之事 要在枪兵 或 实说之言从横者 于是南平百月 北并陈蔡 却三进 西伐秦 诸侯换楚之枪 故楚之贵妻禁欲害无起 即道王死 宗是大臣作乱而攻无起 无起走之王师而服之 即起之徒因设刺无起 并中道王 道王寄葬 太子吏 乃使令引进诸社无起 而并中王师者 作社企而遗宗死者 七十余家 太史公曰 世俗所称师吕 皆道孙子十三篇 无起兵法 世多有 故福论 论其行事所施社者 与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孙子仇策旁捐明以 然不能早就换于背行 无起说武侯以行事不如得 人行之于楚 以刻报少恩王齐驱 悲夫 孙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记斩 梁将的烟 其孙并角 仇策旁捐 无起相位 西河称贤 惨何是楚 死后流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